深夜台中街头惊传枪响 白色自小客车违规并排停车 不乖乖接受警方盘查 竟然倒车逆向逃逸 警方也立刻倒车追上去 挡在路口一名远警靠近准备盘查 没想到自小客车突然加速往前冲 远警机警闪过后 立刻朝车头轮胎开了三枪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金虎路上 这个路口22号晚上11点多 警方为了避免因为追捕 造成其他用路人危险 事发后立刻分析嫌犯 可能逃逸路线 以车追人 三个小时后顺利逮捕 有多次毒品前客的20岁 业姓驾驶 他交由后座的另外两名乘客 攜带至复兴路上某家 商务旅馆内躲藏 业姓嫌犯公称因为车上有毒品 才为心虚冲撞警方逃逸 毒品则交给另外两名朋友 警方之后在台中复兴路上 一家汽车旅馆内抓到人 起出毒品 证询后移送法办 记者烙文良江志南许家师 台中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